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最常见的这样的孩子不敢说 在家诗话了 出门变哑巴 在班级活动里从来当不上主角 甚至连上台的机会也没有 不会说 一开始以为是童言无忌 后来发现说话总不分场合 唐突没礼貌 经常把场面弄得很尴尬 不爱说 遇到事情不跟父母沟通 也没法清晰表达自己的意思 很容易被误解 长思以往总觉得委屈 脾气大 很多家长会怎么做 批评孩子没出息 上不了台密 大错特错 根本原因在于 你根本就没教他怎么好好说话 掌握这六大素养 孩子一开口就赢了 很多家长对语言表达的理解 简单粗暴 以为孩子说不好话 是性格使人 连是面上的各种培训版 都以为小孩子扯着嗓子大声说 以为声音大就是会说话 其实发音技巧都是最基本的 语言美不美才是关键 所以要让孩子说话好听 爱听耐听 这就需要提升六大素养 自信的表达力 生动的肢体表现力 丰富的想象力 活跃的创造力 稳定的注意力 敏捷的应变能力 鼓励孩子多观察 多想象 才能刺激表达欲 有意识的训练肢体动作 感谢观看